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做两件事 一个是写 一个是编故事 我自己是一个金庸迷 我从小就看他的书长大 所以当时为什么会开始写 也就是因为觉得看他的这些作品 看得不过瘾 很多都是反反复复看了太多次了 所以才开始要自己想说 自己创作看看 可不可以写出一些作品呢 是给我像这样子 自己这样子一个金庸迷 也会喜欢的作品 我自己创作的初衷 其实也就是延续金庸 带给我的这个武侠梦 所以在创作的当中 是希望是他的这种风格的武侠 用他的类似的笔法 来创作出新的武侠的故事 所以如果有人说 我的作品是像金庸的话 我想当然是很开心的 你在出版武侠小说之后 当时金庸先生是还在的时候 他看过你什么书呢 他看我前面几套书他都看过 我好感动哦 我好感动 对 记得是有一次在饭局 有霓宽大师 有金庸大师 还有几位香港的文人前辈 金庸就把我叫了过去 他帮我在那个《笑容江湖》的第一册上面 还提了字 他说既是同行必可相较 就是一次可以切磋这样子 他是非常谦虚的一个人 我觉得金庸他也自己不断在突破自己 他从这个早期的书 好像射雕 这是蛮正统的武侠小说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所以他是有一个典范在那里 但是他之后把这些不断地打破 杨过这样子一个 他已经不是一个正统的侠客了 性格比较偏激的 令狐冲又更不是 有什么不同的典型 然后到韦小宝 那我们已经没办法再说 他跟郭靖差太远了 这个落差非常大 那么他对于侠的产式 也是一直在改变的 那我想对我自己来说 也是有类似的一种过程 就是在林浩天 赵冠在写《天官双侠》的时候 这两个人物还是比较传统的 大家都见过的 觉得很似曾相似的 这样子一种少年侠客的感觉 那么在以后写呢 像林霄这样子一个人 然后他有林能 燕龙这样子一个女侠 那么一直到神偷 变成了一个小偷 盗贼 盗贼 而且武功上来都 一直都不是很高 对 那他的 就是我觉得写下去的重点 已经不再是说 我是不是武功天下第一 我是不是得到秘籍 而是说 任何一个江湖人物 武林中的人物 他其实面对的 也都是一种善恶是非 的一种抉择 那对你自己来说 你觉得武侠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一直觉得武侠是我们华人所共有的一个幻想世界 那么武侠呢 有少林派 有武当派 有各种不同的武功 这是我们共同享有的一个幻想世界 那么在价值观方面 当然武侠都是还是归于一个匣子 什么是匣 就是在很可能比较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做出一个对的决定 你可以把别人放在你自己前面 对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其实每个人心里会有这样一把尺 来做这个判断 那有没有这个勇气 或是有没有这个毅力 去在困难的时候做出对的决定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 金庸的这些整套武侠小说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价值上的话 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 请到名人书房 一起来练功